眼前靠坐在墙边的女人是莫大姐 突然丈夫当着记者的面 对妻子动起手来 莫大姐也毫不切若 经过劝说两人才稳定了情绪 夫妻之间是因为什么事情而大打出手呢 我们来到了莫大姐屋内 莫大姐的丈夫说 妻子昨天晚上喝了酒 还背着自己和陌生男人约会 前后偷偷离家三次 莫大姐躺在床上便解道 丈夫从老家回来后就想把自己解决掉 此时莫大姐的丈夫听到后 他坦言儿子都知道妻子做的丑事 随后记者找到莫大姐的儿子 莫大姐的儿子说 自己母亲确实在外面的野男人回过家中 并向记者透露出这个陌生男人性高 母亲晚上经常出去 家里人表示都知晓此事 见父子二人一口咬定自己 和别的男人有染 莫大姐表示他们在冤枉自己 两种说法截然不同 这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莫大姐说 自己只是当时叫那名男性帮忙搬家 并表示自己与那名男子只是朋友关系 莫大姐的丈夫见妻子解释 随即掏出手机给记者看了一条短信 信息上的言语 证实了莫大姐和这名男子的关系十分亲密 可是莫大姐在一旁解释道 自己当时信息只是发错了 莫大姐的丈夫依然不相信妻子 可她却压制了心中的怒火 并向妻子进行劝告 她要求妻子不要再跟性高的一起私奔 看在小孩的面上自己会既往不救 我们随后又从莫大姐丈夫的口中得知 莫大姐还要求丈夫给性高的男子两千块钱 随后 莫大姐因为儿子的责怪终于说出了实情 莫大姐说 因为自己用了性高男子的钱 她才要求丈夫给自己两千元 至于为什么要花陌生男子的钱 莫大姐始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只是告诉我们用性高男子的钱回了老家 如今问莫大姐是跟谁一起离开的 可莫大姐始终说自己一个人离开的 儿子听了十分生气 她说母亲一直在说谎 儿子在说 你在说谎 我还有证据 你阿姨证据啊 什么证据 她在广州那天那个老乡 她给我打电话 她给我老爸打电话来到 这个电话跟他们是住的邻居 什么 你自己说说看 跟那个男的到底没关系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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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都是当朋友 那个除了打工都要认朋友嘛 是不是 并说母亲在广州一个老乡 看见过母亲和陌生男人一起回家过 可是莫大姐仍然矢口否认 突然莫大姐的手机响了 此时是一个陌生男人的电话 莫大姐的丈夫对妻子加重了怀疑 莫大姐说 丈夫每次只要有男人给自己打电话 她就会怀疑自己 随后丈夫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并对妻子动起手来 甚至两人还把手机狠狠摔在了地上 那么这件事到底要如何解决呢 记者问到莫大姐还要不要如今这个家 想不想回去 莫大姐表示自己谁也不跟 随后 莫大姐的丈夫只好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她说允许妻子吃穿用度都在自己家 但不会给妻子一分钱 而莫大姐听到后并不同意这一建议 记者见莫大姐如此的蛮横也十分气愤 并对她进行了劝解 面对母亲的行为 儿女们都站在了父亲这边 记者劝莫大姐能回到家中 并且承担起作为母亲的责任 可母亲依然吞吞吐吐 女儿见状也重复起了记者的话 这时的莫大姐沉默不语 她始终认为丈夫应该给钱给自己花 记者劝说莫大姐应该先审视自己身上的问题 再来要求其他人对自己好 经过一番劝说 莫大姐终于答应回家 我们希望莫大姐能安心回到家中 不要因为身外之物钱财 而离间了与家人的情感 4